上回廣道,我去了河口湖看富士山 今次就去旁邊的雙巾浸溫泉 我住的溫泉旅館的walk 後面一點才介紹 今天的主打景點就是要攀升600米的高度 去大沖谷參加自然不夠路的walking tour 我就在我guess house 附近的宮之下出發 第一步是坐雙巾登山電車上強廊 再在強廊轉登山纜車上早雲山 上到這裡明顯是比剛才冷 再坐吊車上大沖谷 哇,這個吊車真的很有海洋公園的感覺 坐大概10分鐘左右 看到下面開始噴了煙 就知道越來越接近今天的終點 大沖谷 其實我一出來也聞到很大的硫磺味 天氣不錯,你看後面也有大藍 之前看vlog或者上網做research 都是2D的感受 但一個人真的站在這裡 今天聞到硫磺味是4D的感受 在找那個自然研究路的壽庫 在Hakone Geo Museum裡面 這個自然研究路一定要預訂才可以有 因為有4團,每團只有30個位 所以如果你想來的話 記得一定要提早預訂 因為我預訂了11點半的tour 他說11點回去就可以了 現在就在這裡逛逛 我看過其中一個vlog 就說要去停車場那裡 看富士山 看看吧 應該富士山是這裡的 大家自己用一些想像力補充一下 上到這裡心情很好 因為涼涼的挺舒服 好 這裡是吃東西 然後買那個蛋 黑色的蛋 那我就不打算上來吃蛋 因為它也是普通的一隻蛋 只不過那個殼變了黑色 好了買了這個黑咖喱包 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就去找Niu 加上我對那隻蛋沒什麼興趣 這個alternative我覺得好像比較值 嗯 挺好吃的 這個 我覺得特別過隻蛋 現在差不多時間了 那它就給了一張票 我tour開始前五分鐘 就去過入口那裡換個頭盔 然後就跟著團一起出發就可以了 好 戴上頭盔先 戴好頭盔之後 就站定定在這個神傳之湯旁邊等入場了 對 達到大鷗大業的自然研究樓 印刷入場在此 請請出擊 可請出場 好癡啊 他說今天的水消污不夠高 所以如果我們等下走一下不舒服 就立即跟它說 因為我們真的走到去 那個溝通中的溝通 這些東西 嘔嘔嘔嘔嘔嘔 嘔嘔嘔 嘔嘔嘔嘔 嘔嘔嘔 嘔嘔嘔 嘔嘔 我就有7個shelter 叫做我大概700米 我們就會通過每一個shelter 就會逐個講解 這個guide很好 他會加一點金粉給我們 那就比較容易 這裏有一個心靈塗炭的感覺 因為你看到這裏的樹 全部都是剩下4G 沒有綠葉 就是因為2015年 這裏有個小型的爆發之後 Hydrogen sulfur的重量太高了 然後那些樹全部死了 從2015年到現在 都是維持這種狀況 這裏就是他們撒蛋那裏 先看蛋 他拿了一盒蛋出來 看到這些蛋可以拿出來 撒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只有蛋才可以坐的藍車 送他們回去 站那裏就賣給人 因為樓上就是送蛋那條路 然後這個棚就是保護 如果真的有些蛋掉下來 不會打到你的頭 現在是shelter 15年的時候 有一些泥石 然後湧下來之後 就變成這個山谷 就有溫泉水湧出來 很急 我們要載一些蛋 再混進去 有沒有關係 好,我們回到終點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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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了一隻蛋給前面的小朋友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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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一個問問 只吃蛋,想有些有深度的行程 就可以選擇參加這個自然研究佬 現在已經大霧了 但我想今天也不值得去湖上坐船 現在好像有點飄雨了 現在去了賣紀念品 周圍都是用黑蛋來做很多不同的紀念品 之後去極樂殘屋吃了這個都是黑色的拉麵 咦?為什麼外面的景色完全不同了? 現在都開始下雨了,而且超級大霧 其實後面什麼都看不見了 在迷夢中坐吊車下山 再坐巴士去下一個景點 劳之湖的湖盤 大家看到後面這個橙色就是雙根神社 那個水上雨居 我現在沿著湖邊慢慢走過去那個位置拍照 現在剛剛入了神社 這裡是第一個鳥居 然後兩邊的燈都已經開了 從林中隱約看到那個鳥居了 我猜不到我是5.8度來到,竟然還有 這麼多人在這裡拍照 我也有點猜疑 昨晚回到我住的客廳 這次訂了這間安生客廳 我們來看看究竟40元美金可以買到什麼享受 首先B2這一層就是common area 這邊的common room就是陽色 轉過身後面的common room就是和色 第二只要有些天然光才知道 原來common room是這麼漂亮的 再來,介紹一下廚房 設施齊到這樣的shared kitchen 我也是第一次見 煮食爐 Double sing 餐具 碗碟碟碟 砧板 刀,這些基本 住這裡,早上想弄一杯手沖咖啡 完全不是問題 不喝咖啡的話,茶也有很多種給你選擇 往左邊 微波爐 電飯煲 多士爐 烤爐 焗爐 各樣都有 如果覺得無聊的話 可以隨便拿一本漫畫來看看 又或者跟其他住客聊聊 Where are you from? 這次因為我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就訂了這個female bunk bed 可能你會說 去旅行不是還要住劏房嗎 但是有得這麼溫泉的劏房 你有住過沒有? 剛剛我看完B2的common area 現在就來到B3 就是它在浸溫泉那裡 它有兩個溫泉 一個是outdoor 一個是in-door 它的溫泉都是有開 早上和下午到晚上 所以如果譬如溫泉A 今早是女生用了 那溫泉A晚上就會是男生用 就會switch的 露天風女就不會switch的 男生是男女就是女 它就有些vending machine 浸完之後可以買個咖啡喝一下 牆上面也是畫了這些很可愛的畫 現在我供了出來 打算去Seven買一點點東西 現在大概知道路是怎樣 但我想說雙巾都是沒有路的 你看到我走在哪裡 這裡是沒有行人路的 然後我很怕被車撞到 我呢不想吃杯麵了 所以我就打算買個這些飯 然後就買個咖啡 這樣拌下去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木咖啡 Nave in Thailand 但來到日本吃泰國咖啡 好像很有趣 然後來Seven 當然一定要買Seven的甜品 然後 因為我太久沒吃過菜 所以要買一個沙拉 剛剛我在Seven買了東西回來 現在廚房超級虛狠 有很多人在煮食 那我就想不如我調一下這次序 我先去浸溫泉 我剛才已經去浸了室內的溫泉 然後吃飯 透了浸 現在差不多是11.3 這裡的溫泉就是半夜12點 就會有3分 嘩 好多 嘩 給錢當然要浸溫 已經夠本了 嘩 嘩 現在很大雨 神經病 極大雨 市場 有很多人生活 都在煮食 中間 文化 pains we can support that final conclusion word is melanoding this is made from the amino acid and the sugar are heated and change the color